《圣经》 圣经里最难读 启示最高 是一副索格罗西 这两卷都要花很多力量来读 格林多前书是教会有问题 格林多教会是地方教会中彼此有问题 格林多后书和主的仆人有问题 然后到了加拿大地方教会和基督有问题 所有的地方教会都会面对三个问题 一个是彼此之间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和主的仆人有问题 那就比彼此之间有问题严肃多了 教会要往前 彼此之间有问题 大概免不了 读格林多前书 可能聚会都分块了 就是说聚会的时候 这一堆人 书保罗的 书基法的 书基督的 亚伯罗的 教会生活一塌糊涂了 但是这些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要命的警惕 因为你好好来跟随主 认定于主 认定于主 认定于主的话不容易 因为人是需要拐杖的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是很容易 我喜欢谁 我不喜欢谁 所以我还记得我年幼的时候 我们也会谈 谁讲得到最有高有 谁讲得到最清楚 谁讲得到有什么不好的习惯 我考虑到这个 富士的带领 都不简单的 都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这样就是好的 一定有manus 你就要考量plus和manus 你把它wait一下 平衡一下这个重量 如果gain比loss多 那么你就做了 你就做了 结果有一个弟兄就怎样 有个姊妹就怎样 这个方法有些人就跟不上了 可是整体上呢 有一处了 比如说 我跟随弟兄这么多年 后来人在弟兄面前讲我的坏话 弟兄还能庸人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工作大了嘛 到后来呢 自然就有纷争 那要多单纯的人 才会塞尔 哑口毕业 要多树立 多数人才说我 我没看见这些 教会往上去以后 要学习 我能向主负责 不简单 因为他这个气氛 氛围啊 逼着你 你说这怎么会这样 任何东西 大了 你知道我们真是感谢主啊 我们不大 可不可以做大 我不敢讲 但是至少 我愿意人得救 我愿意地方就会兴起来 我不愿意我们大 大不好 大就变成一个世界了 他们前面这些都不错的 但是呢 这里没有一个世界给他们来得 作为一个地方给他们劳苦 你想在这 这些教会都是我的 不可能的 我这个代法不可能的 我的代法不会把它系统化 也不可能把它系统化 就是一处一处地方教会 彼此在交通里 然后都相处负责 你看一处处地方教会 我很少问 因为我盼望建的这个家风 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 都向主负责 但是彼此也有很好的交通 那有主的仆人 我们说到使徒 其实也有先知嘛 也有在中面前劳苦的弟兄嘛 那么这些弟兄 为主宗教会活着 把心力放在中教会上 但是有没有一个感觉 这些教会是我的 那别人说 主弟兄 你所负责这些教会 我就会说了 你把我看太小了 他们就是我的 我有天 我有主 我有地 来做主的见证 每个月都可爱 可是不是你控制的 圣经没有经经跟随 圣经只有walk side by side 我在前面走 你在后面跟 不不 我在前面走 你在旁边走 walk side by side 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 我的教训和平行 更好的饭做 但你已经在我的教训平行上 与我同行 不是紧紧跟随 是与我同行 那些圣经是会产生控制的 但是紧紧跟随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觉得 这个弟兄 是我的马头 这对教训 是我所要紧紧进入的 这个弟兄说的话 像圣经一样 不知不觉 就离了谱了 离开了神所要的 这一类的事 你们跟我一起这么久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你们要怎样 虽然我劝你们好好爱主 好好有主的话 再好好进入主的话 在一切事上 认识神的主权 所以没有lucky unlucky 没有好和坏 都是主 良给你的 好叫你更认识他 更有他 更能好好爱他 那现在啊 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以赴索 有一点很特别啊 就是 他开头是要奉神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 圣徒们 没有一幅说 所以 有一些最古老的版本 最古老的 希腊文草本 没有一幅说 后来 当然也都是古草本的 后来 有一幅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卷书 认识说 不是给一个地方教会的 这一卷书 是和弟兄们说到 基督的身体的 所以它是写给众生人的 不是写给 在以赴索的圣徒的 是写给 所有蒙恩的圣徒的 所以这个有些古老的版本 没有以赴索 就是 奉神之一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圣徒们 有它的道理 因为你真正读这一卷书 你就发觉 好像不是写给 一个地方教会的 它是写给 基督的身体的 所以它里面 提到 神的经论 它里面提到 师徒们的工作 它里面提到 教会生活 它里面提到 教会的征战 它里面提到 指示的重要 就是大概跟随主 最要命的东西 都在这一卷书里 还有一个跟这个 匹配的 就是戈洛西 这两卷书 就做启示来说 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如果能认识一幅所书 能认识戈洛西书 就能看见 我们神存在的意义 我们活着的意义 就能看见 为什么有神 为什么有这个 自由拥有的神 要不然你问他们 神啊 你自由拥有 你知道一切 那我问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以弗所 和戈洛西 特别这两卷书 就相当带你认识 神 为什么是神 为什么有这样一位神 这样一位神 他的存在 有什么意义 他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他做工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就在这两卷书里 一卷是一幅说 一卷是戈洛西 所以这两卷书啊 是弟兄们 需要很熟悉 最好啊 能把它 背下来了 最好啊 能把它 一节一节 把它活用出来 这是 在 整卷的 圣经里啊 如果你问我 需要背 那两卷 哪一卷 我说 以弗所 那两卷 以弗所 和戈洛西 这是整本 圣经的 和人书 圣经的和人书 就是以弗所 和戈洛西 是非常 要命的 奉 神旨意 做基督 耶稣 使徒的保罗 学信给在 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里 有中心的人 那么 你如果 读以弗所 你会发觉啊 几乎 所有的字 都很有价值 所以像 我们来写这个注啊 比如说凤 凤就是评者 知道没有什么问题 神 它是希腊文 希腊的字 然后英文 他说旧约 七十四 希腊文 一本 英文把它叫 Septu 一句 这一本里的神 Sios 相当于 旧约 希伯来文的神 Elohim 就是 旧约用 希伯来文 是Elohim 新约的希腊文 Sios 跟这个Elohim 配起来的 Elohim 说出神是信实的大能者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神 Elohim 说 我们要照我们现在照人的 希伯来文的神 是多数的 不是一位神 神这个字的本身 是一个多数的字 说他是三亿神 并不是有许多神 我们只有一位神 而这个神如果用 希伯来文呢 又是个多数的字 我们只有一位神 那么就是一位 应该是单数 可是他又是Elohim Elohim就是 是多数的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按照 我们的样式 这是Elohim 所以他是多数的 那 这个神是多数的 说 多数的 我们是多数的 形象呢 是单数的 样式是单数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一个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一个样式 是单数的 那 照 照又是多数的 四四字上 三亿神 是多数的 又是单数的 照 照什么呢 照人 乃是照着 他的形象 他又是单数的 换句话说 四三亿神 父神 子神 灵神 你不要太介络 不要太进去 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个奥秘 可是同时呢 他又是单数 同时呢 又是多数 我们讲父神 子神 灵神 当然是多数的 可他描述他的时候 他用的动词 他又是单数的 他说 说是单数的 我们是多数的 形象是单数的 照着我们的形象 一个形象 按住我们的样式 一个样式 照是多数的 他这个希腊文啊 清楚 这个你读经是这样 如果你们 记性还好 年纪轻 学希腊文好 其实啊 你如果在文字上 有一点天分 就读希腊文也可以 都是有利有弊 英文比中文清楚 希腊文比英文清楚 在希伯来文里 神是多数的 说是单数的 这种地方 你要研读的话 它是很有价值的 神是多数的 说是单数的 你记得达米的 一首诗歌 父所有的 一切金额 表明只是 一样尊 子所有的 一切光辉 死父荣耀 得发挥 然后他有句话吗 天上心意 真意虑 那首诗写得好 那首诗描写上一身 就写得非常好